黑色旁人大物出现在高雄港码头边 海坤号首度以裸身的姿态亮相 一致让人看个够 包括船尾的X型尾舵和螺旋桨推进器 虽然被造起来 仍然可以看出企业讲业 舰首前方的鱼雷发射管为主要武器系统 船舰下方被遮住一大片的方状物 则是侧边阵列声纳 而舰首上方直立的结收声纳 和镜牌水口都清楚可见 鱼雷管管口 然后比如说那个侧嫂声纳 今天都已经外露了 还有车叶 像这些都是机敏性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些都会影响到 我们的很多参数会被 我们敌人天天都在看 潜舰是水下作战 无法目视得靠听的 每艘潜舰都有自己独特的声纹 车叶角度就是辨识 潜舰的重要元素之一 海坤号车叶仍以帆布覆盖 就是要避免曝光 遭敌方阵营反推出数值 而海坤号配备的侧边声纳 仿佛侧边长了眼睛 届此可三角定位 精准解算敌军目标 大幅提升战场感知 除了这些已经曝光的装备之外 内部的战斗管理系统 电力管理系统 柴油发电机 主马达 以及舰首上方的光电围 潜望镜等等 都将在干屋进行安装测试之后 等一切就绪 就会进行最后的出海测试 包括下潜的深度 还有战斗速度 都会在这个阶段进行 这在动态测试的时候 它的潜深 如果以标准的潜舰 至少300公尺来看 它就是30个大气压力 把超雷打出去 命中目标 那整个战术评估就算成功 交船给海军使用 海坤号从设计到制造 全都由国内一手包办 前海军顾问郭席表示 在最后的阶段 犹豫期会遇到问题 但也有勇气和决心克服 因为所有设备厂商都在台湾 请国人可以放心 用祝福的心来迎接历史性的到来 明示新闻林树名 蔡成汉 陈子平综合报道